再來看看民以食為天 現在流行跨界要搶的是商機 365行就算原本你是這個行業的 不再只能只做一種生意了 來看看大家都在跨界搶當吃貨 保全業的龍頭叫做中保 中保之前也跨足餐飲業 6年前開始轉投資餐廳 目前呢 他們投資的餐廳叫占90文化 已經有三家分店了 主打的是網美風格 專門讓你拍照 另外超商龍頭是全聯 之前開始開咖啡廳 現在呢 不站在東區開了第二家分店 自己也有新的甜品上市 也要來搶商機了 還有就是微熱山丘 原本他們是賣鳳梨酥的 現在也賣茶了 推出了原味茶系列 而新的這個茶包裝呢 一次讓你只泡一包 茶配上鳳梨酥剛剛好 而且是專利的掛耳式設計 讓你喝茶可以變得更方便 而旱來飯店也搶入乾拌麵市場 乾拌麵市場已經很多人在投資了 但是旱來飯店也跨界去搶 預估一年會帶進上億元的業績 那麼除了跨界搶商機之外 來帶您看看台灣的餐飲業 不分大小 其實這一波疫情 大家多多少少也都受到了一些衝擊 有些店甚至衝不下去 大集團為了避免類似的狀況發生 紛紛也開始發展的是電商 雙能攪切和牛煎得詳其似意 日式餐飲集團靠著燒肉闖出名號 創立多個品牌布局各個階層市場 如今要進駿店商 以往想吃燒肉呢 都得自己出門 然後去燒肉店來吃 但有業者呢 為了滿足顧客的需求 特別打造這種冷凍包裝的新鮮和牛 將其下品牌產品 包含牛排牛舌 透過中央廚房處理 變成真空冷凍包裝 餐飲集團進軍電商市場 其實早有規劃 我們本來就有在做外販的這個事業 我們本來是做B2B 那這次在做B2C的話 我們預計可以帶動外販事業 大概10%的成長 年初受到疫情影響 加速電商的上架 整合集團的資源 有信心能跟其他平台競爭 增添營運動能 而餐飲集團拼跨界 它不是第一家 滿滿的螃蟹蝦子 一旁還有現切生魚片 石頭堡集團以海鮮Buffet聞名 也宣布開啟全新產品線 切入乾板面市場 首播在電商通路 跟自家餐廳販售 預計一年可以貢獻 營收將近一億元 那麼初期我們的通路呢 我們這次第一批 大概預計會銷售四十萬包 那主要的通路大概鎖定在 電商的平台 還有就是我們自己的網路的購物車 他們從原有的本業當中 找出自己的優勢 然後藉由所謂的電商的拓散 希望說能夠打出另外一片天空 那如果真的在有第二波 第三波疫情來的時候 整個公司的營運 也還能夠支撐下去 餐飲集團增加電商通路 專家分析主要是年初疫情 給予很大的警惕 必須要分散風險 未來就算遇到類似的狀況 如果實體店沒生意 電商依然能穩住營運 也難怪各大餐飲集團紛紛走到線上 參選許志雄方向太不倒了